其實剛剛的那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這個地方有用那個Value 部分把它轉型 Value OK轉型然後再貼過去 可是實際上還是蠻麻煩的 所以如果將來你假設不想改的話 不想做這件事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可以解套 就是說你可以什麼 後面部分的話你就不要 就count if 後面除以 本來我們是用count對不對 那你可以換一個 你就用count A 就可以了 那count A 跟count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其實你可以把它叫出來看就知道 count A 的話其實計算範圍中 非空白儲存格的數目 意思就是說它計算的並不是一定要是數字 那如果count的話一定要是數字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剛剛那個轉換Value 你覺得很麻煩的話 那倒不如另外一個方法 你就是直接用count A 這樣來做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OK也是一個方式 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當然還是要特別小心就是說 它用Split切割之後的東西 就是全部都會是文字 所以這一點恐怕也許 不然的話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如果想假設你不要用那個 剛剛的Value方法來轉的話 那可能你就是什麼 必須要在這個 剖析資料的地方下面這個地方 可能還在增加一行 就是把轉換過來這個範圍裡面的 所有的那個 出生格 因為它是一個範圍 它是低到I欄 你要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把它全部怎麼樣 做這個資料 再做轉型的動作 剖完之後再做轉型 範圍好像不對 放在B欄 對因為我們後來 後面有把有一欄給刪掉 那就是這個範圍的資料 要把它轉型成為 那個數字的話 那這個也是OK啦 只是方法蠻多的 也許各位再思考一下 那剛剛的那個 統計排名部分 前七名 那怎麼寫 剛剛我們是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 然後前七名把它直接列出來 可是現在列的話呢 它不是按照那個排名 來去那個 找到我們要的 這個資料 所以呢 如果想要按照什麼 順序 按照什麼 排名 比如說第一次先找 這個什麼 找第一名 然後把8號 把那個 8號的這個球 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那第二個再找2號 2號的球在7 所以再把7號放過來 一時類推 再把3號 一直放過來 那特別注意喔 之前就有同學 在YouTube上面有問的 結果他就把他的那個程式傳給我 他一看 他說喔 老師我只要有個J 所以喔 他說J 等於1 他意思說 J要從第一號開始找 然後呢 這邊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等於J 然後呢 後面的話他很聰明 他就J等於J加1 OK 他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呢 他就跑 他想說 這樣跑不OK 乍看之下 邏輯好像也 好像說得通 但問題你會發現 執行之後會得到什麼 得到只有一個號碼 8號 為什麼 因為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個4回圈喔 他意思是幫你把所有的號碼 全部找一遍喔 就是找一遍而已喔 可是如果說你想要找 總共有7個 前七名要找 等於是意思說你要找7次啦 所以如果你要再找7次的話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再增加一個4回圈喔 讓他再跑7次才有辦法喔 否則的話 如果你沒有讓他再跑7次的話 他只會幫你把第一名給找到喔 不然的話喔 如果你不這樣寫的話 如果假設這樣寫不OK 如果比較笨的寫法是這樣啊 就是說喔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J就改成1就好了 那比較笨的方法是這樣喔 你就往下再輸入程式 這怎麼樣 把這個4回圈喔 再複製一次 這邊改成2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喔 複製一次 再改成3 那意思類推 如果有7名的話 你就變成複製7次 那我複製3個啦喔 你會發現執行會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 8 7 12 如果你一直貼的話喔 也就是把這個回圈喔 貼7次啦 然後再把這個等於的數字喔 改成1234567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全部可以做完 可是問題這樣寫很笨啊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東西都一樣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等於後面的東西不一樣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要想到喔 欸 欸 有一個方法 怎麼寫喔 特別之外 如果 這樣的概念喔 如果假設你要寫出 對應的程式的話 第一步請你在 在K等於2的下方喔 再寫一個for圍圈 那這個時候的for的話呢 你就不能用forI了 假設我用forJ好了 等於你要跑7次的話 就1到7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AS OK 然後呢 請你把forNAS的這個 forI的這個喔 這個意思是說 從頭找這個號碼 把這個範圍的for圍圈喔 把它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個forI裡面去喔 然後呢 把這個forI的這一段 因為它是裡面的回圈嘛 所以按個TAB鍵 意思就是說啦 我在這個裡面喔 幫我跑7次 那我跑 沒跑一次的話呢 我只要變更一個數字 把後面的等號有沒有 把它等於什麼 等於追就可以了 那底下的話 然後再把這邊喔 把這些delete掉 好 程式 就大功告成 應該看得懂我在寫什麼吧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要讓它跑幾次啦 特別注意一定就要回圈啦 你不能說 你不跑回圈 可是卻要它做很多是不可能 除非你要 什麼 多按幾下嗎 多改幾次嗎 當然也不OK啦 所以這種寫法應該是比較OK一點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只有改幾個地方 一就是把這個小於等於7 改成追 然後在外面呢 包一個for追 等於1到7 意思就是說呢 當追跑第一次 就是先產生1號 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它這邊跑完 再來換2號 把這邊換2號 跑完 再放3號 一直推 所以邏輯喔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邏輯很常見喔 所以以後喔 如果假設你遇到類似的狀況喔 可以這樣寫就好了 很多問題就解決了 你的報表很快就做出來了 OK齁 好啦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喔 執行 那當然如果怕跑太快的話 可以這樣 這邊設個中斷點好了 然後執行 剛才設置 放在這裡面好了 那它為true的時候 跑執行 停下來 OK齁 那這個時候追等於1 找到了 找到8號 放過來 所以8號 先把這邊先刪掉了 這樣看比較清楚 8號放過來 你會發現喔 這邊又停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邊一個中斷點 然後呢再來 找到7號 放在k等於3的位置 再來7號 再來執行 所以你會發現 只跑一下 它就下一號就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J的話等於4 等於是第4名的幫我找出來 好 一直可以推 第5名第6名第7名 好 最後的話就離開了 OK 程式就結束了 OK 大概是這樣改啦 所以如果你要按照順序排名的話 那請特別注意喔 再增加一個forJ的這個部分程式就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你要跑幾次的話 記得喔 可能就是一定要再加上那個for回圈 如果你的範圍是固定的 是確定說要跑幾次的話 那當然不確定的話 可能就要用一個都化回圈 這個可能要另外的這個 這個程式再來說明 請各位試一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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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